最好的衣房呢 就是勤洗手 你呀 就最不爱洗手了 看看小牛是怎么洗手的 这位家属 请问您这册子 是从什么地方捡到的 这个呀 就在那边 多的是 谢谢啊 齐兴 徐医生 你找我啊 这册子怎么回事 我问你话呢 这册子是你做的吗 里面的小牛是你设计的吗 沈医生 你什么意思啊 小册子怎么了 这就是这个小牛的设计处形 这个 原来这个小牛是你画的 对不起啊 不是我画的 是唐宇佳画的 唐医生的草图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我不仅有这个草图 我还见证了这本册子诞生的 每一个细节 唐医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去做调研 收集意见 设计草图 一步一步地完成了修改 他牺牲了他所有的休息时间 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本册子上面 而现在 这本册子却属上了你的名字 齐星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怎么会这么了解唐医生的生活啊 我不仅了解她的生活 她还是我这辈子唯一深爱的女人 她是你女朋友啊 原来你是为了你的女朋友来质问我的啊 齐星 不管她是不是我女朋友 不管这个册子是不是唐语佳做的 只要不是你齐星做的 你就不能公然地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盛医生我告诉你 这个小册子是我捡来的 并不是我偷来的 捡到了是吗 好 我希望你把这番话 如实地告诉院领导 就说这册子不是你做的 它的做者是唐女佳 现在这个小册子 已经发得全院皆知了 你是想要让我揭发我自己 剽窃了别人的劳动成果是吗 沈医生 你在想什么呢 沈医生 你是想让我自己去毁了我自己吗 你是想让我自己去毁了我自己吗 细细 不是我要毁了你 上一次世敏的事情 我已经包容过你一次 上一次世敏的事情 又犯错了 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和被别人揭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你不要跟我在这儿说得义正言辞的 你不要跟我在这儿说得义正言辞的 一想回来我很容易 你现在就可以去揭发我 对了 最好连改方子的事情一起揭发出来 好为你的女朋友好好地抽一口气 起刑 你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你自己主动去承认错误 和被别人揭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什么不同的 反正都是死 你去揭发吧 赶紧给我来个痛快的 去吧 去吧 西星 我给你时间 你好好地想一想 想清楚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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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儿有一份数据报告 是我们医院 新的预防手册发放以来 儿科门诊的数据报告 大家想知道具体数据吗 幻儿确实是少了很多 这连这三天 我都能正常下班了 现在幻儿家属 对我们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也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了 而且现在主动要求打抗生素的家属 真的少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少受罪了 所以说这个小册子功不可没 其一是真功不可没 这个小册特别值得推荐 我现在跟院里已经交代了 我们要加大印刷量广泛地 把它发放出去 另外也准备推荐给 其他的兄弟医院 希望汇集更多的孩子们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 像齐欣这样的一生 认真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谢谢 杰英雄 你看这小琪 这不夸她呢吗 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这两天啊 她总是混不熟睡 散会了 来 来 那个给我 得了 走走走 小琪 站起来 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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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 唐医生 麻烦你让一下 祝贺你啊 齐医生 怎么不说话了 功不可没呀 你想要怎么骂我 怎么锁我 随你边吧 你什么意思 说得跟我欺负你一样 你看起来特别委屈 我不该骂你 我应该祝贺你 多亏有你齐医生 小弟才会因为青霉素过敏的事 差点死掉 多亏有你 咱们儿科医院的出准率 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功不可没呀 其实我这么说 你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黄又嘉 干什么呢 什么意思呀 阴阳怪气的 看齐心得了成绩 你嫉妒了 要是我 我什么我呀 你把心摆正了 人家得了成绩你应该祝贺人家 比一比自己的短处在哪儿 好迎头赶上 而不是在这阴阳怪气的说人家 你有什么资格呀 你现在表现真的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 要是我错再不敢了 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你还是吃点吧 你还是吃点吧 我本来就憋着一口气 我现在还要被叶老师骂 我图什么呀 这件事就都怪你 你被叶老师骂 怎么就怪我投上来了呢 怎么不怪你啊 要不是你一直为着你那小师妹互断 她能那么猖狂吗 你不是已经把她给损了吗 她都这么恶心我了 我损她几句痛快痛快嘴 还不行了呀 行 我也没说不行啊 但是你跟齐星毕竟是同事 你们俩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你就这么跟她针锋相对 说话嘴里带刺 这种日子你自己过得舒服吗 舒服 她一天不去自首 我天天这么对她 真是她应得的 佳佳 你要是真这么想 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 那你觉得这事我就应该 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算了是吗 不是 我还是希望你能站在她的立场上 去想一想 秦梅素过敏的事 我认为她不是故意的 她应该就是害怕了 她为了保全自己 才会把你一万火坑里面推 小厕子的事 你想一想 如果她知道是你唐宇佳做的 她能具为己有目 这事不是我做的 是别人做的就可以了吗 申贺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就一直给她找理由 你能不为她辩解了吗 我不是为她辩解 我只是认为这中间有什么环节 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有才希望能够心平气和地 去跟她谈一谈 让她自己主动把情况说明清楚 只有这样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你现在还指望着她反省 我就不明白了 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是不是已经疯了呀你